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又到了近世讲故事的环节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分享晚清的宗教战争 是新疆篇第二章 神棍骗子和湘飞 1709年的6月23日 瑞典国王查理二世率领了两万多瑞典军队 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和俄罗斯彼得大帝一世 率领的四万五千人的大军相遇了 双方开始了会战 早上三点四十五分 天还没有亮 战斗就爆发了 一开始的时候 训练有素的全体手持碎发枪排成阵列阵型的瑞典人炸了上风 他们在七十三门重火炮的支援下 从中路和左翼发动了进攻 在排队枪决的比赛中 不断的击溃部分使用火神枪 部分使用碎发枪的俄罗斯人 碎发枪是瑞典人在1547年发明的 瑞典古斯塔夫二世皇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向部队配发碎发枪的统治者 并率先采用了现实战法 所谓的现实战法就是让士兵分成两到三个横列 全部持碎发枪排成长长的战线 逼近对方以后 然后近距离的进行连续的骑射 这种战法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明末清初的时候 把由长枪步兵和火神枪兵组成的西班牙大方阵打得落花流水 从此以后成了前唐枪时代 欧洲的标准战术 而这种战法取胜的关键 一个就是要有先进的碎发枪 这要求这个国家必须拥有很强的现代工业 能够生产轮潢机构 另一个则是要求部队必须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 能让士兵在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 在战场上面对着呼啸而至的子弹 看着两旁的人不断的惨叫着 被射倒的同时依然可以冷静的继续装胆开枪 而绝不后退 这就要求这个国家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还要有足够的财力 这些条件都只是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才拥有的 所以相比一年前才完成了军事改革 建立了常规志愿军的俄罗斯人来说 久经沙场军联有素的瑞典士兵明显在战斗初期占了上风 俄罗斯军人虽然弱了一点 但已经和以前的封建时代完全不同了 毕竟在一年前彼得大第一式也建立了由志愿军组成的俄罗斯的第一支现代化步兵 和欧洲列强差距已经很小了 而且他还有人数上的优势 在前方被打垮以后 他急忙把两万五千名步兵组成的后备一部队投入了战斗 依靠攻势的掩护 终于抵挡住了瑞典军的进攻 双方一时成了僵持状态 这一场仗在当时看来非常的现代化 密集的枪声和炮声盖住了震天的呐喊声和声音声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 到处都是硝烟弥漫 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打到了上午十点的时候 彼得大帝发现 在双方不断的来回拉锯中 瑞典的步兵阵线略有些凌乱 两翼的骑兵也和哥萨克骑兵杀成了一团 露出了空档 他敏锐的察觉到机会来了 于是他决定拿出他的秘密武器来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他向他的一个神秘盟友下达了命令 让他们立刻出击 接着从俄军的背后突然冲出了数千名骑兵 从左右两翼向瑞典的军队策后迂回 和常见的欧洲骑兵不同 这些人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 举着乱七八糟的旗帜飞快的扑向了瑞典军的阵地 更关键的是他们用的是弓箭 这是在欧洲战场上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东西 这些人奇数娴熟在马上可以快速不断的射箭 他们趁着保护瑞典彻翼的骑兵 被哥萨克骑兵吸引开的机会 迅速的超到了瑞典军的两翼 然后射出密集的箭语 成牌的打倒了重队中的士兵 瑞典军顿时乱成了一团 然后这些骑兵趁着瑞典军混乱的时候 抽出马刀举着长矛 从两侧冲入了瑞典军的阵线 把他们冲的七零八路 瑞典军终于全线崩溃 几天前瑞典国王在巡视战场时 被俄国的狙击部手射中 腿部中弹 现在正在远处观战 本来他对自己的军队信心满满 而且战场上的形势让他自己相信 已经胜利在握 但是这群骑兵的突然出现 把他给惊呆了 他惊讶的发现 这些骑兵好像来自遥远的古代 骑的都是矮小的蒙古马 而且全都是亚洲人的脸庞 难道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 他猜对了 确实是蒙古图尔护特部的骑兵 他们作为彼得大帝的盟友 参加了这场战役 他们突然发动的彻翼进攻 导致了瑞典军队最终大败 伤亡过万 被俘人数过千 查理皇帝仅仅带着1500人 被迫逃往了土耳其 五年以后才重返故国 这场战役让瑞典元气大伤 从此沦落为欧洲的二流国家 而俄罗斯因为少除了北方的强敌 从此开始迅速的崛起 有人会问了 我们不是在说新疆吗 怎么又扯到俄罗斯去了 蒙古骑兵怎么会跑到俄罗斯去呢 和瑞典人打仗 是的 我们是在说新疆 但是我们要了解新疆 就必须要了解欧亚草原的历史 从中国的甘肃 一直到俄罗斯的福尔加河这一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这样大的一块地方 纵横几千里 其间有大片的沙漠和草原 还有最大的内陆湖离海 无数的游牧民族在上面来回的迁移 地理学上把这块地方称之为欧亚大草原 土耳其和西方的历史学家 把这块地方的东部称之为突厥斯坦 就是中亚五国和新疆一带 这个名字现在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所利用 我们要说的新疆历史和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从明末清楚说起 在古的历史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有一个法国作家写了一本书叫 草原帝国 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也没把它详细的讲完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略过 让大家能了解近代新疆发生的所有事情 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要从蒙古人说起 元代的时候 整个欧亚大草原 被成吉思汗分封的四个韩国所占领 新疆属于茶河台韩国所拥有 到了明代 这四个韩国早就风崩离析 变成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韩国 互相之间不停的征战 但是这些都和明朝无关 除了明朝初年的几次北伐以外 其他时间 他的势力也从来没有达到过长城以外 明朝末年 女真人崛起 和蒙古人结盟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和女真人结盟的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蒙古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墨南蒙古 一般来说 我们把蒙古人分为墨南蒙古人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人 墨北蒙古人呢 就是今天的外蒙古人 还有墨西蒙古人 他们分布在从新疆到整个中亚草原上 而当时控制新疆的蒙古人 在新疆的北部 就是今天的伊犁和阿尔泰地区 乌鲁木齐 吐鲁方和哈密一带 主要是墨西蒙古人 最强大的一只叫做准格尔部 崇祯元年 他和另外的一只墨西蒙古族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土耳护特部 发生了冲突 于是土耳护特部为避祸 开始向西的长途跋涉 一直来到了福尔加河 这条河被俄罗斯人称为母亲河 后来在旁边建立了一座城市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哥勒 当时这里渺无人烟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建立了一个韩国 后来和俄罗斯结盟 参加了俄罗斯对土耳其和瑞典的多次征战 由于他们的信仰是喇嘛教 所以被俄罗斯人说服 去帮助俄罗斯人攻打那些 分布在整个中亚草原上 大大小小的吉他的蒙古韩国 他们是由当年成吉斯坦分封的 伊尔韩国和清查韩国分裂出来的 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组成的 由此可见 当时的蒙古人真是一言不合就远走天涯 一不留神就从世界的这头跑到了世界的那头 这种情况在整个欧亚草原上不断的上演着 在新疆的北部当时还有一只墨西蒙古族叫做和硕特部 在准戈尔的压力之下迁移到了青海 并且为了支持达赖武士喇嘛 一度出兵攻占了西藏 从此新疆北部就只剩下了蒙古族的准戈尔部 这几只墨西蒙古族信奉的都是喇嘛教 在新疆的南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 以及阿克苏地区 被元代成吉思汗分封的蒙古人查和台韩国的后裔 建立了一个叫做伊尔强韩国的统治者所占领 这样看来整个新疆地区实际上都是为蒙古人所占领 但是土耳其人和西方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南疆的伊尔强韩国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人所统治 所以也就变成了突厥人 这个定义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诡异 他们不仅仅认为新疆的这些蒙古统治者 现在变成了突厥人 而且中亚的几乎所有的蒙古韩国也都被用了这个定义 最后都成了突厥化的蒙古人 简称为突厥人 因为土耳其和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 这些蒙古人用的文字和突厥文很像 而且说的话也和突厥语很像 所以证明他们被突厥化了 但是我们知道蒙古人之前是没有文字的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韩国的初期 回湖人塔塔统恶 教他们用回湖文写蒙古语 而突厥文是由回湖文发展而来的 所以自然很相像 怎么能用这个理由来作为这些蒙古人被突厥化了的证据呢 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把这块广袤的欧亚草原东部 叫做突厥斯坦来找理由 不然的话上面到处乱跑的都是蒙古人 而且蒙古帝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早年的突厥帝国 不叫做蒙古斯坦的话显然有点说不过去 不仅仅如此 土耳其和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 把突厥化这个词到处在其他的游牧民族前头乱架 突厥化这个词在土耳其的推动下 现在被历史学界严重的滥用 实际上如果说这些中亚的少数民族是被伊斯兰化了 我倒完全可以赞成 因为这是客观的事实 说他们是突厥化了 这完全是瞎边乱造 因为突厥只是一个古代的族民 它并不是一种文明 因为我们如果说什么是中华文明 什么是欧洲文明 什么是阿拉伯文明 大家都能很清楚的输出它的定义 那就是儒家文化 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 而突厥文明又是什么文化呢 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楚 所以伊尔强韩国实际上是一个被伊斯兰化的蒙古韩国 这个韩国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 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所控制 它的名字叫做何卓 何卓这个词在伊斯兰教的语境里有一个特殊的指向性 就是表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穆罕默德的嫡系子孙 今天你要是去南疆的喀什旅游 大概率都会被导游拉到一个叫做香飞墓的地方去参观 据说乾隆有一个飞子 美丽异常 提有香味 就叫做香飞 死后被葬在这里 他可是清空剧里常见的主角 环珠格格 演起功略 如一传都有出场 被冠以荣飞的名义 据说就埋葬在这里 不过事实上导游拉你去的这个浩瀚村香飞墓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香飞墓 它的真实藏地是在河北的尊化 清东陵的玉飞原情 你所看到的这个墓园 实际上是何卓家族的墓园 叫做阿帕克霍家墓 你看到他今天如此的华美壮观 实际上他是由入侵新疆的浩瀚人阿古伯 出资翻修的 所以那个村子也被叫做了浩瀚村 那么为什么阿古伯要出资修墓呢 因为霍家在维吾尔人眼中 就是一个合卓 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嫡系子孙 所以阿古伯为他修墓 就是为了赢得维吾尔族人的支持 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证明 这只是一个谎言 考虑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敏感性 我先一字不加一字不减的 从维基百科中把它考过来 然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伊斯兰教历八六六年 西历一四六七年到一四六二年 马哈图穆阿扎穆 出生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部的科散 其父名为赛耶特扎拉里丁 祖父为赛耶特布拉尼丁 据说其祖先是来自迈地纳的阿拉伯人 后世文件记载 其为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哈利法阿里的次子 伊玛穆侯赛因之后裔西域文童志及西域图志 何卓传阿帕克何家传打祸家传再有 马哈图穆阿扎穆先人普系 君数级十叶派十二伊玛穆的第八代伊玛穆阿里本穆萨 但是这些普系中前八代人与后三代人之间的人名 都是各有不相同的 不仅世代数均不相等 每一代人的名字也有不同 美国学者施瓦茨等人认为 这些普系是后人伪造的 马哈图穆阿扎穆并没有穆罕默德家族的血统 若以公历622年作为穆罕默德的年份 以1542年作为马哈图穆阿扎穆的年份 则平均每代人在46岁时才有第一个儿子 即使是现在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维基百科的这段描述 这个马哈图穆阿扎穆的人 并不是伊斯兰教先知 穆罕默德的后裔 因为最重要的证据是 一个家庭绝对不可能连续二十代都是老来得子 爷爷46岁的时候才生第一个男孩的爸爸 爸爸46岁的时候才生第一个男孩儿子 儿子46岁的时候才生第一个男孩儿孙子 如果生的早了年代就对不上 最早也得46岁 考虑到当时的人均寿命不到40岁 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就断子绝孙了 而且维基百科还指出 晚年的马哈图穆阿扎穆 曾在伊尔强汗拉施德统治时期 到达过西域的哈什哈尔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喀什市 娶了蒙古查和台王室女子迪比查 生子伊萨克及圣人伊萨克 同时代的米尔赞海达尔 在拉什德史中对马哈图穆阿扎穆支字未提 后来的楚刺斯在编年史中也未记载过他到过伊尔强汗国 1542年至1543年间回历949年 马哈图穆阿扎穆遂于萨马尔汗附近 维基百科有一段关于他家族的历史 马哈图穆阿扎穆有数位妻子 13个儿子 第一个妻子有四男两女 长子为马木特额敏 第二个妻子生有两子 第三个妻子继比比查 生有三男两女 长子为伊萨克 马哈图穆阿扎穆安排其长子 马木特额敏继承纳克什班教团的首领之位 其余诸子则往各地传教 他死后 诸子之间展开对教权的争夺 伊萨克因为其母出身于伊尔强王室家族血统尊贵 成为能与马木特额敏抗衡的力量 伊萨克后来离开了河中地区 前往其母亲的家乡喀什可尔传教 成为黑山派之祖 马木特额敏之子马木特御苏布也在明代末年来到喀什可尔成为白山派之祖 伊萨克与马木特御苏布在西域的后裔被称作为合作 以为圣义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子孙受到当地人疯狂的重信 上面一段文字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和地名估计要把很多不了解新疆的朋友们给听晕了 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其中的内在含义 新疆的河主家族被维吾尔人当作了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 受到了狂热的崇拜 他们的始祖叫做马哈图木阿杂木 根据现代史学家们的研究 并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 所以新疆的河主家族在这个问题上欺骗了新疆所有的伊斯兰教信众 而且他们是否曾经娶过查核台王室的女儿也受到质疑 因为这样大的一件事同时代的人居然没有记载 显然是非常可疑的 因此他的后代们取代蒙古查核台后裔们的王权 是不是具有合法性 看来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后来这个家族中的一个合卓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投靠蒙古准戈尔部的格尔丹 在他的帮助之下推翻了伊尔强韩国的查核台王后裔王室 独揽大权 成为了新疆南部的统治者 蒙古准戈尔部的附庸 他的名字就叫做霍家 而中亚的浩瀚国将近一百年以后派阿古博进攻新疆的借口就是恢复合卓们的王权 所以自然而然的他要重新翻修我们口中的香妃墓也就是霍家的墓就是为了表明他的行动的合法性可惜的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合卓家族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谎言 直到今天这个合卓家族和他们的后裔依然是当地的神 清代后面的几乎所有的叛乱都是这个家族所调起来的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确的知道了 实际上从宋末元初开始新疆就一直在蒙古人的手中 整个明代虽然和中原王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和远在天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就更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了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清代被彻底的改变 因为清代的皇帝不仅仅是中原的皇帝也被漠南蒙古人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人推举为蒙古大韩 不久之后清海和外蒙古人以及新疆的蒙古人也向清廷名义上臣服 所以蒙古事物就变成了清朝的内政 解决这些蒙古王公之间的纠纷就变成了清朝皇帝分内之事 所以清朝的统治权自然而然的也就延伸到了新疆 但是话虽这么说但要是实现这个目的其实是很难的 在清代以前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目的 因为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信奉的都是丛林法则 你够强能给我点好处我就扶你 你稍微露出一点皮态我就立刻撕破脸皮要和你一拼高下 因为在冷兵器时代蒙古骑兵毕竟是战力最强大的兵种 即便是在刚刚进入火器时代的欧洲 蒙古骑兵依然还有强大的用武之地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和康熙同一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 都还需要借助土尔沪特部的蒙古骑兵的帮助 才能够击败强大的瑞典军队 而且为了感谢土尔沪特部彼得大帝 曾经在1722年中国的康熙末年 专程在两国边境的城镇撒拉托夫和土尔沪特的大韩阿裕齐会面 互诉友好 两国的关系还是平起平坐 可见他对蒙古骑兵的重视和忌惮 因此虽然中国的历朝历代 尤其是汉唐 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都曾经占领过西域 就是今天的新疆一代 但都是不持久的 国家稍有些动乱就立刻全部丢光 在此之前 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实现在草原地区长治久安 即使在元代 忽必烈也从来没有控制过新疆地区 倒是控制新疆地区的茶河台韩国的海都 频频的向他发起进攻 在忽必烈以后 元代的历代帝王 更是只能忘将心态 清朝入关以后 最初其实也没有能力控制新疆 顺治康熙和雍正时代 准格尔蒙古吞并了哈萨克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大部分 控制了整个新疆以后 就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挑战清王朝的权威了 虽然康熙多次出赛 击败了准格尔布 落实了对今天蒙古国一代 蒙古族的统治权 但是这种行为并不是能够持久的 因为像这样的远征 汉朝的魏清获去病 唐朝的李靖 明代的永乐皇帝朱立 都曾经实现过 但等他们退兵以后 一切都恢复如旧 而且这种远征 并不是每次都会获得胜利 康熙远征 清海西藏 就全军覆没过 雍正派中越旗 远征蒙古 准格尔布六万大军 只剩下了两千人逃了回来 虽然康熙消灭了准格尔的首领格尔丹 可是他的侄子 侧望阿拉布坦 又卷土重来 这和中国的历朝历代 遇到的问题完全相似 你可以击败他们 但你无法消灭他们 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有危险 就立刻躲得远远的 就会像图尔护特布 一下子跑到俄罗斯的福尔加河 你不可能到那儿去追他们 等到他们哪天想通了 他们又可以跑回来 找你的麻烦 所以清朝的前期处境 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 游牧民族带来的威胁 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你以为你把他踩扁了 过不了几天 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 又转出了一大堆 这个问题一直到乾隆朝 才彻底的得以解决 但是根本原因 绝对不是像我们通常的历史书上 所说的 什么乾隆皇帝运筹帷幄 武功高强 因为他的爷爷康熙 一样能远出末北 打败蒙古准戈尔布的戈尔丹 他的父亲雍正 派年庚瑶 也被青海的蒙古叛军给镇压了 但是他们打完仗以后还得回家 那对这些欧亚草原上晃来晃去的蒙古骑兵 并没有根本的解决之道 但是康熙解决了 因为他遇到了千载男朋友的历史良机 再加上他有他爷爷父亲一样的能力 所以他中了大奖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解决了游牧民族问题 真正把新疆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中原皇帝 这是前无古人的 究竟是哪些好运气让他做到了这一点呢 还有图尔库特人后来为什么又回归了新疆和蒙古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进下回分解